就在昨晚大家都在庆祝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 小四郭敬明发微博称 平安夜之后再次一起化年 这次终于不是孤男寡女了 微博配图郭敬明 杨幂 陈学东三人围坐在一起 此微博一发 网友们纷纷化身福尔摩斯 来探究小四的孤男寡女到底是几个意思 小四特别强调这次不是孤男寡女 好多网友觉得这不就是说的是 刘凯威和王欧的夜光剧本事件 网友分析孤男寡女应该不是只上次的照片 而是工作室都在辟谣了他们公司的人一起聚会 还玩了游戏 而且郭敬明这个人精 怎么会没想好就发呢 肯定有生意啊 有点心疼杨厉啊 如果真的过不下去了 希望他能勇敢一点离婚也没什么